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前日的節目我們都提出過一個質疑 就是美國國務院向美國國會所提交的《香港自治法》報告裡面 就只是列載了10位中港官員名單 相比起美國商務部所頒布的11位中港官員制裁名單 就少了一件 這件流亡之餘正正就是警務處前處長盧偉聰 當時我們也提出質疑 因什麼解救全班人馬都被美國國務院列出罪狀 說要繼續制裁他 而且還警告金融機構不可以和受制裁人士有重大的業務往來 否則有可能面臨著嚴厲的二次制裁 但是偏偏盧偉聰是榜上無名 那是不是他已經是幸免於難 已經是獲得美國方面的放生呢 原來盧偉聰在昨天發表了一份聲明來緊急澄清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位盧偉聰前處長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 雖然香港自治法那份名單上沒有包括他本人 但是他就相信他不是已經被剔除了在名單上 只不過這份制裁名單所針對的 是他在退休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而事實上 第一份針對去年社會動亂事件的制裁名單 仍然是生效的 似乎盧偉聰真是很煞有介事地走出來 告訴某些人 那個制裁名單還生效的 還有他份的 千萬不要誤會 但是顯然 他要交代的對象就不是公眾了 實際上一個官員是否受到制裁 對於公眾來說 他也不會多或少肤肉 但是他專門說這番說話出來 是否要跟上大人交代呢 是否幫助被人懷疑他 做二五仔或者是無奸道呢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不少的 網民在質疑 就說唯獨是你盧偉聰 榜上無名 是不是有QK呢 我自己也覺得 這個是有多少問題的 你說這次這份名單針對的 就是你退休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啊 第一份制裁名單 都已經是在你退休之後很久才公佈的 都是今年7月份的時候 由商務部公佈的 那到底他這個說法 是否說得通呢 其實對於市民來說 沒什麼所謂的 最重要的其實都是 他想把這個訊息表達出來 給那個受信對象聽 那個受信對象是否接納他這個原因 事實上呢 他這一份這樣的聲明 無非都是想重新表態 和宣示忠誠的 就是告訴別人 他仍然在美國的其中一份制裁名單裡 不是沒有了他的名字的 這樣 好像為免被人懷疑 但是這個動作就有些做多了 給人一種感覺好像 齒地無銀 那樣 就是不用說了 有些事情 老實說 制裁本身也不是什麼輕鄉事 來的 要爭崩頭出來告訴別人 他仍然是受到美國制裁的 我想到第一次見到 你見不見到其他官員 是這麼著弱的 特地發聲明出來 告訴別人 他仍然是受到制裁的 我沒見過 可能外國有這些例子 我不知道 我孤陋寡民 哈哈哈哈 可能香港來講 盧偉聰前處長 就是第一個 有關當局其實都應該要了解一下 究竟這個盧偉聰前處長 他在過去這一年裡面 之前都傳出過一些傳聞 後來盧偉聰自己就否認了 又說他自己沒有去美國 沒有去加拿大 但是應該都要調查一下 如果他居留在香港的時候 他有沒有跟一些外國勢力接觸 有沒有見一些外國領事 或者是官員 這方面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些議員就會去見 但是這些已經退任的前官員 有沒有見 那就不知道 應該調查一下 另外 盧偉聰如果要 釋除其他人的懷疑的話 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 就是他自己合家去移民大灣區 保證沒有人會懷疑你 之前在網絡上面 那些網民已經傳到混亂了 又說盧偉聰去了美國 去了加拿大 後來盧偉聰自己就說 沒有啊 沒有啊 一直都留在香港那裡住 但是現在 既然好像 有些人質疑 你不知道那個忠誠度 還是怎樣的時候 不如 你就索性移民去大陸 這樣就是以行動來證明了 以及實踐了忠誠 如果一直都居留在香港的時候 難免還有些人會誤會 都不出奇的 不過這個當然就是他自己的自由 去哪裡居住 只不過他想移民去美國 看怕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哈哈哈哈 那當然 我認為 這一招也不排除是美國的反間計 就是特地在兩份制裁名單上 少了一個人 那到底是否特地整管你盧偉聰 等到你被人懷疑呢 都不是說沒有這個可能的 所以盧偉聰自己都很聰明 特地出了一份聲明去回應 但是純粹一份聲明 是足不足以表達到那個忠誠呢 那我們作為市民就不知道 對不對 最重要是那些上大人是相信你的 HK01就著這兩份制裁名單上的差異 就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了查詢 美國國務院的回覆是這樣的 說特朗普總統在7月14日所簽署的 第13936號行政命令之下 被列為受制裁的人 就不等於在香港自治法之下 必定會被列入制裁名單 香港自治法就有他特定的標準 而第13936號行政命令 主要就是授權給國務院和財政部 列出對香港人權和自治作出相關侵害行動的人士 他的標準包括但不限於香港自治法的內容 其實說得明就是 香港自治法和商務部或者財政部的制裁名單 真的有區別 可能盧偉聰這次真的被香港自治法的報告放生了 真的沒有他的名字 美國國務院都說制裁的標準是不同的 所以真的難免會令人這麼多聯想 因為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過去的一年 最好他就多說一些 或者告訴別人他沒有做什麼 那就可以釋除那些疑慮 對不對 因為你只說一兩句 那就交代得 事實上就不是很清晰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有些人又在網上叫你手足 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唉 看看現任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 他是怎樣回應這個制裁 他說美國的所謂制裁 他就完全沒有當是一回事 他強調不會動搖到他對於 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的決心和信心 這個也是他的責任和榮譽 他會繼續帶領警隊隨暴安良 維護社會秩序 還有專心做好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的工作 實際鄧炳強說話就是適例內任 他說得好像很他條 沒有當一回事 但是他的建制派同僚似乎不是這樣想 這個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除了喜歡在立法會裡玩接龍之外 他還曾經在接受一個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提到 說他是不喜歡被制裁的 而且他還說自己的老婆和子女 去銀行開戶口和兌換美元的時候 都遭遇到困難 張宇人還表示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子女和孫子 在未來20年都恐慌會受到影響 張宇人就形容情況是不幸的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 張宇人這個說法比較坦白一些 直率一些 事實上就是有很嚴重的影響 當然這些影響 在一般市民的眼中是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 因為你開不到戶口 你對不到美金 你對不到美金 但是 是不是好像鄧炳強說 這麼瀟灑 說不當是一回事 除非你說這些在財政上的麻煩 你也可以當不是一回事 而且 香港自治法的第一份報告 已經是警告金融機構 不可以再同受制裁人士 是有重大的業務往來 到底在第二份的香港自治法報告出台之前 那些銀行會不會另外有盤算呢 到底你現在用的那些銀行服務 可以不可以延續呢 現在也有很多未知之數 你這麼快就說定 不當是一回事 而且他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上次也是這樣說 今次也是這樣說 如果真的不當是一回事 就直接不用回應 當他臭死就可以了 難為張宇仁還叫苦連天 你又說沒事 不如你安慰一下他 好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